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中式的点心 萝卜糕 相信大家在这个饮茶店啊 饮茶店都吃过了 但是呢你会不会觉得 常常都吃不到这个萝卜呢 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吃到这个萝卜糕里面 带着块状这个软嫩的萝卜在里面 我很讨厌吃到都是粉的萝卜糕 我寻找了很多的这个食谱配方 今天的这个配方 是我觉得做出来试出来效果最好吃的一个萝卜糕 现在我们就马上示范给大家看 怎么做出美味但是又简单的萝卜糕 好那首先我们处理萝卜的部分 总共会用到900公克的萝卜呢 一部分呢大概三分之二我们就拿来这样刨丝 我用机器刨因为我好懒哦 那这个剩下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把它切稍微大块 因为我个人强调我喜欢吃这个萝卜糕里面 有这个萝卜块状的口感 那我们就切粗一点的钻 像这样子哦 一个长方条 像薯 有点像薯条的这种比较肥比较宽的状况哦 好那总共这个900公克的萝卜呢 Double的水就是1800cc的水哦 我们把所有的萝卜通通倒进去 包含丝跟这个块哦 我们全部加在一起就是把它煮滚 煮滚如果你喜欢你的萝卜糕里面的萝卜口感呢 很绵很绵那你就煮久一点 但是我个人喜欢也有点脆甜的口感 这个萝卜糕只要一滚了 好大概滚个两三分钟 然后把这个萝卜的生味给滚掉了以后我就要关火 之后这个萝卜加上水的这个汁哦 我们会冲入调好的粉浆 先备料哦 准备的材料呢 有干贝丝80克 香肠3条切丁爆炒过 香菇100公克切丁用的芝麻油炒一下 那我今天用到30公克的油葱酥 如果不喜欢的也可以不要加 30公克的糖 30公克的鸡粉混上一点的胡椒盐 就是胡椒盐加鸡粉总共30克 橙粉60公克的橙粉 玉米粉60公克 日本太白粉60公克 600公克的水加上450公克的 再来米粉 900公克的萝卜丝跟萝卜块加上1800cc的水 然后我们要让它煮滚煮开 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调这个 淋一下要让那个煮滚的萝卜丝跟水 冲入的粉浆 我们要怎么调 这个就是刚刚准备的水 好我们把水倒进来以后 开始把所有的四种粉 再来米粉 橙粉 日本太白粉 还有这个玉米粉 我们通通绞在一起 也不用过筛 我们只是要把它混成一个适合的粉浆 好我们要把它混成一个均匀的糊 这个糊呢待会要让所有的热的 滚烫的 这个萝卜汁跟这个丝 冲进来再均匀搅拌 蒸了以后就完工了 所以非常的简单 你看现在很快它已经很糊了 这时候呢 我再加上我刚刚所有的调味料 我们都把它丢进来 包括糖啊 盐啊 胡椒粉啊 油葱酥啊 好通通都进去 不用担心就是很简单 把它全部都进去 像香肠香菇我都爆炒过 就加一点点香油 把它们全部都炒在一起 然后就全部炒过的 都加进来 如果你是之前先炒也可以 不用热热的 没有关系 我这个就是今天晚上准备好 然后把它这个 放冰箱 那你现在就是 就是这样好 就把它这样子 拌到湖里了 好了 其实几乎你的萝卜糕 已经要准备好了 因为等一下我们就等 煮滚的萝卜丝冲进去 分放到容器里面 目前呢 这个萝卜丝跟这个水呢 已经滚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把它冲入 粉浆里面了 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慢慢的冲 这个冲进去 但你要小心 好 没关系水先进去 没关系 因为为了安全 那我们等一下再把 萝卜丝拌一下 我们先拌 赶快拌一下 因为它会 熟化的这个粉 然后它会变得很 很糊 很糊 好 那我们把萝卜都装进去了 这个粉糊 都装到这个容器里面了 然后我们就是尽量把它填补 好 那抹平 最后再做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是 我们丢一下 就是你在平面这样 敲打一下 我们会把空气给敲出来 我们会把空气给敲出来 好 那所有的都已经好了 那我们就准备 送进去这个蒸炉笼 那我一次刚好现在做了四个 两个小的 两个大的 那我们就刚好上下层 好 那可能这个萝卜糕大概要蒸40分钟 才会全熟 好 那我们就启动了 我水都加好了 好 那我们就开始蒸 那大概过了40分钟 你确定它完成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倒出来 开始切片 还是直接蒸 直接切片吃也可以 然后喜欢 干净一下外表酥酥的 里面嫩嫩的也可以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 萝卜糕 你要说简单 其实过程真的很简单 但是有些小步骤要处理 好 那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我们也要做的 暖擞 我们也要做的 就是可以带 接下来 我有点